同樣是死亡車禍意外是昨天上午發生在彰化縣深港鄉 當時這輛異影車是綠燈起步 但沒有注意到前方有機車就直接撞倒了79歲的科興騎士 而救護人員貨報趕到現場但很不幸的 這位老先生急救送醫之後宣告不治 紅色機車被異影車撞倒 後輪還卡在異影車輪下騎士物品四散 一隻拖鞋留在人行道上 七十九歲的科興騎士命危被緊急送上救護車 但醫院搶救後科興騎士仍宣告不治 上車後發現患者意識改變轉為歐卡 我們立即給予AED加CPR 死亡車禍就發生在彰化縣深港鄉的新公路 9號上午10點鐘 科興老翁騎著機車在異影車前方停等紅燈 但綠燈起步要右轉的異影車 沒有注意到老翁就在前方釀成意外 全案巡厚一營車蔡新駕駛遭過失致死移送法辦 另外在苗栗六十一歲的富人貪圖方便 違規穿越馬路被執行車撞倒 當場慘衰噴飛到馬路分隔島 趙氏的白色轎車車頭板金凹陷 擋風玻璃碎成了蜘蛛網狀 而地面上還有富人殘留的血跡場面觸目驚心 救護車趕底現場時六十一歲的富人 醫師不清傷勢嚴重 這驚悚車禍就發生在八號下午五點多 苗栗通宵台一線一百三十三點五公里處南下車道 富人違規穿越馬路遭車輛撞上 人目前還在加護病房急救 記者林一峰 彭光旭 彰化苗栗綜合報導